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年耕耀一开始没有料到自己最后的结局 所以没有选择造反 年耕耀一开始只是被罢免了西北的大元帅 被降为杭州将军 但这个位置仍然是一品官衔 因此这一时期的年耕耀还没有意识到未来的发展 以为自己只是暂时被降职 未来很可能还有翻身的机会 至少在他被罢免之前西北的战事还没有解决 也许他自己觉得未来还会有被启用的机会 而且这样的经历对于年耕耀来说 也并非第一次遭遇 当年他被罢取为川山总督时 因为过分的亲近巴结 结果导致任职的命令被四爷搁置 但后来通过缓和关系 年耕耀开始得到了重新启用的机会 这一次再一次被当年的四爷 也是现在的雍正皇帝罢免 年耕耀以及他所属的势力 也仍然抱着侥幸心理 认为年耕耀未来还会被人用 只是年耕耀自己忽略了一个东西 当年只能算一个新人 所以即便被压制他也可以选择第三下四的 通过求饶来获得上司的谅解 但现如今的年耕耀已经不一样了 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王国的代表 背后也聚集了一个很大的利益团体 甚至在年耕耀诺纳之时 这个势力集团当中 还有很多人在各地的官场上兴风作浪 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当时官场的灰气 以及雍正皇帝的统治地位 所以雍正选择下死手 这也是世时间上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年耕耀 始终还带着一定的乐观 以为雍正还需要清除别的反对势力 未来早晚还要任用 加上官场上多年来的爬生 也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当年那个愿意给四叶洗脚的新人 他越是继续摆着派头 就更让雍正皇帝反感 致命的逝对 人之间这些年的心态变化 年耕耀却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西北大元帅被罢免 他没有警醒 杭州将军被罢免 他也没有清醒 直到最后被任命为小小的迁总的时候 他才开始意识到大事不明 但这个时候已经被逐层下放了他 已经很难带有力量进行反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